今天咱们讲车库转ADU 车库转ADU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文君是没把它当作ADU最重要的一项 因为如果说你能够有空间 不管是建低态式的ADU 还是attached的ADU 它的面积可以比较大一些 因为毕竟传统的车库 两车位的车库 就算是两车位的车库的话 大概也就400多尺 不到500尺 而且车库转ADU 一定是听过文君以前讲座的小伙伴们 一定会记得 车库转ADU是占有了ADU的名额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文君并没有把车库转ADU 这个事情当作ADU当中最重要的一个ADU的type 所以在这块并没有很多的重点 有几个事情可能是把文君的一些观念慢慢也在转变过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记得吗 应该是在7月底8月初的一个ADU 星期二的ADU讲座上 文君邀请了一个老美的叫ADU Apprisa 不是ADU Apprisa 就是Apprisa它是专门做估值评估的一个老美 那他给文君准备的材料当中呈现的 比如说像ADU在车库转ADU 在帮助你的物业增值方面 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立马见效 那除非是你再有其他的什么空间 你去转座 就是新建ADU 不管是attach和detach都是新建ADU 那车库转ADU一个是他周期比较短 然后再一个从他们Apprisa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比较认 因为毕竟是尤其是attach的 attach在主房子上边的车库转的话 因为他已经是主房子 就是你的dwelling space当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转起来的话 对他们来讲 他也能够立马就看到 这个物业价值的增值 所以从Apprisa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就很愿意认可这种车库转ADU的方式 在给予评估上面 基本上按照市场的真实价值 叫market comparables 他们都能够帮助去很快的 去认可你这个物业价值的增值 这一点实际上当时对于温君来讲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也就是说市场怎么样能够认 怎么样能够立马的让你 第一是让你的物业增值 第二是能够比较有效率的 比较快的去把这个事做完 能够让你的 比如说基本上是把车库租出去 租出去之后能够立马 能够有现金回报收入的这种 对任何一个投资人来讲 它是一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温君就比较浅 就是花了一些时间 来重点研究车库 那研究车库的这个事情 一研究之后 包括像今天我邀请来的 我自己的team团队成员 也是专门去搞设计的 包括Paul 像还有一些设计人 包括很多的屋主朋友 也给温君一些建议说 其实这种方式 甚至是包括现在已经把车库 就是非法转建 需要legalize才能认可它的物业价值 这些朋友反馈 其实车库转 转ADO租金还是蛮好的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温君就把attention 把这个重点慢慢的转向了车库 但是在车库改建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们自己团队也遇到了 采过一些坑 这些坑其实就造成了 如果说你不知道 不管是从设计环节 还是在施工环节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就有可能打回去重做 不管是在设计环节 还是在施工环节 或者是你inspection 检查不过的时候 这个就给业主也好 包括给我们这些做设计 和施工的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frustrated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做的工就白费了 你花的钱也白费了 所以采过这样的坑 所以在这里头总结出来一些 在车库转ADO方面 它有着工期短 费用低投资回报率高 这样的优点 但同时对于不管是我们自己行业内的人士 做设计的也好 还是做施工的也好 还是咱们的屋主朋友也好 对于车库转ADO这个事情来讲 别看他说好像是那个structure 那个框架还在 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说到的 所以今天呢 文君也是把文君的团队成员 我们专门去做设计的一个 Chief Architect Chief Designer Paul 邀请上来 来专门从技术方面给我们详细去介绍一下 OK 那个大家好 非常感谢文君能邀请我给大家 不能说讲解吧 就是大家交流一下这个ADO 分享一下 对分享一下ADO的一些经验和 重要是我们之前有过的问题和采过的坑 相信对以后广大业主 在哪怕是投资ADO这个情况下 会有一些帮助吧 这也是我们能希望到的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就说 车库转ADO呢 是ADO中的一个种类 然后我们现在 今天主要讲的是四个问题吧 就是一个是地基方面的 一个是防水及防潮方面的 另外一个是结构及抗震 最后是防火处理 我们一个 然后先讲这个 对 下一个就是说 我们之前 遇到过的坑 这个坑呢 可能有一些是排污管道的 因为那个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 DETACH的ADO 因为它是离那个主排污管道比较远 会导致这个排污管道的设计和布局 有些问题可能会注意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土地及房屋撤绘 就Line Survey 这个对有些业主可能会比较 生疏的东西 但是可能也是一个坑 第三个是地域权Eastment 第四个是逃生窗的注意 就Egress Windows 然后第五个 最后一个就是全屋通风 是Whole House Ventilation Fine 这个就是我们的科们主要这些 Paul 因为以前一直是在后台工作 今天是被我拎上来的 所以他其实不太擅长表达 Paul 咱们先疏通一下逻辑 其实在车库转ADO是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Attached ADO 是就已经现在在主房子里边 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它有可能是D-touch ADO 它现在就在房子的后边 有一个比较长长的车道通道后边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两种类型的车库转ADO 都会涉及到会稍微有一些不同 但是在讲之前 可能很多的屋主会有一些迷思 或者是误解说 你看车库转ADO 原本它那个壳子还在 所以是不是其实就是 把一些生活功能加到里边之后 就可以变成ADO 就可以变成居住的空间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 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不是挺简单的 或者是说价格应该是不贵 但是后来就是我们自己在亲自去经历这些Case之后 总结出来其实不容易 尤其是在很大的城市 比如说像City of San Jose City of San Jose在以前文君讲座当中提到过 它在ADO的regulation政策方面 其实是蛮先进的 也蛮优惠的 但是它的一个不太友好的方面 其实是在inspection检查的这方面 你想想City of San Jose 现在总共它的inspector 有将近100个80多个 所以这些人 有的时候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 或者是比较奇葩的一些Case之后 可能在他们的团队当中就去share 然后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这样做了 那是不是我也要做 你比如说你对逃生疮的检查 或者是你对全屋通风的检查等等的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 是不是我也要这样去检查 所以最后加注到整个项目工地上的时候 对于我们GC来讲 或者是对于屋主来讲 实际上就是那种非常挑毛病的那种状态 所以弄得我们也是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在City of San Jose 真的是经历过蛮多Case 都是被这么challenge过来的 所以现在也跟屋主朋友分享 就是对于车库改建 EDU这个事儿 别把它当成是个小事儿 不一定好过的 我就说不一定好过这个inspection 所以我们今天一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对不起Paul 来你来接着 没有没有 这个是这样的 咱们先讲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的地基 可能我们大家就像文君刚才讲的 觉得我们这个garage车库已经是existing了 就是很容易的来做 实际上这个重点之一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车库 不管是attached还是detached 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 地基是一个房子的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新房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车库 它是没有地基的 这个可能业主都很奇怪 它是没有地基的 它只是一个选拟板 我们叫slab 它作为一个非居住空间 从建筑法规来讲的话是允许的 但是如果是把它作为一个居住空间的话 我们的建筑法规就是不允许的 我在这个slab上面有两个图片 其实就是左边这个图片 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房子是车库 它下面是像曾家养的狗 跑了一个洞 然后屋主就发现 这个下面原来是没有地基的 我们去的时候就跟业主就说 实际上有些车库是没有地基的 我们如果是把它转成ADU 那么从建筑法规要求的话 是要有地基 而且是从建筑的结构计算来讲的话 没有地基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看右面的图片 就是一种解决地基的方式 就是把整个房子抬起来 然后在现有的slab下面 就是重新做地基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在slab下面 就是交注地基 这种做法都会比较费时费力 当然了就说这个房子 这个garage车库没有地基的情况 从我们来讲的话 有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重点是需要业主着重注意的 也是我们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Paul 就是不一定 你要是加地基的话 不一定是把房子要重新扒掉 把那个structure重新扒掉 但是要给房子抬到一定的高度 让铺地基成为可能 对吧 对 就是有几种方式 可能在具体施工的时候 根据具体的您家的车库的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就是使用哪种方式来做 对 OK 好 这第二点就是说的我们的通常车库改建ADU 都会涉及到加窗 加窗可能就会涉及到 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库可能就一个门 加窗可能就涉及到防水的问题 因为这个毕竟是在整个墙底上加了一个洞 虽然说我们也是有窗的 但是往往是不管是施工人员 还是设计人员对这个窗的可能设计 还是施工的不到位 会导致我们的门窗会产生落水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ADU需要注意的重点之一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房潮处理 可能绝大多数业主都不了解这个房潮处理 觉得这个ADU的这个房子 不是ADU 这个车库 车库就把家具摆进去 把墙放进去 设备放进去就好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的 就是从建筑法规和我们正常的生活需要 来讲的话是需要在地面有一层房潮层 来保证正常生活使用的 这个我们像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地面是必须要有房潮层的 但是车库在它建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在我们把车库转成ADU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车库的不管是做 就是说是做混凝土地面也好 还是做木地面也好 这个都会需要在下面做一层房潮层 房潮层的话是保证你地下的潮气和水气 不会侵扰到上面居住的空间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车库转成ADU 这个结构和抗震 这个也是很多屋主不理解的地方 就觉得我们这个房子已经建好了 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屋顶结构 或者是这个墙体结构加固 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两张图片 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左边这个图片 是一个车库的屋顶 然后右边这个图片 是一个我们正常的居住的屋顶 你可以看出这两个屋顶的这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 结构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对车库的建造 它的要求会非常低 它也没有说屋顶的设备 所以说就会我们在建造的时候 在车库转ADU的时候 可能屋顶的结构会要增加 这个增加就会从横向的水平核载 和纵向的水平核载 这个都会有所增加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增加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增加的 我们把那个车库改建成这个ADU呢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居住空间 车库的它是不需要有房 不需要一个保温的一个住的功能 所以说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室外空间 但是我们这个转成ADU是一个居住空间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这个在车库的墙体和这个 ATIC就是那个屋顶格楼里面 它是要有这个保温的 这个保温其实也是增加了这个整个结构的很大一份核载 所以说这个保温那个核载 也是要增加到这个整体的结构中去的 所以说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增加 业主和设计和general constructor注意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结构以及抗震最后一点 就是说我们增加这个墙体 这个墙体也是大家会比较困惑的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墙体的牢固性 就是这个墙体呢 我们要增加share wall或者bridge wall 都可以达到这个增加墙体的目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这个墙体这个garage 这个车库以前它只是一个车库空间 也许比如说四五年前 四五十年前这个车库可能是按照当时的抗震标准来做的 它的抗震完全达不到现在的一个抗震要求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把车库转成这个adu的话 那么这个车库的墙体上肯定是要增加门和窗的 那么增加门和窗 它就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子的墙体结构进行破坏 那么我们就需要增加这个share wall 就是简历墙和bridge wall 就是支户墙 这两个墙在加强整体的这个房子的这个解结构的稳固性 所以说呢 这个图片 左边这个图片就是显示 如果这个房子如果没有加这个share wall 或者bridge wall的话 就会把这个墙体如果遇到横向力的话 墙体就会很容易破坏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 也需要注意这一点 防火是个重点 这个也是个防火 这个防火呢 这个我们这个车库呢 我们以前包括现在 做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的设计来讲呢 这个车库空间和这个居住空间 它是有防火要求的 但是防火要求完全没有说 现在把ADU把车库转成ADU的防火要求这么的大 这么的强 就是现在 就是说车库转成ADU的话 它要求两个居住空间之间的防火墙 要有一个小时的防火墙的厚度的防火功能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库 我们这个防火主要这个地方讲的 就是attached的这个ADU的这个车库 因为它attached的这个车库呢 它和居住空间之间的一个墙呢 按照code规定呢 它只需要一个二分之一 硬直后的这个石膏板来进行防火风格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做到这个ADU的话 它两个居住空间 那就从防火规定来讲的话 它就要像我在这个右边这个建筑结构节点上面 它就要求在墙体的内外两侧都需要有八分之五厚的这个防火石面 石膏板来进行防火 才能达到这个一小时的这个防火要求 所以说呢这个就会导致这个 比如说如果是attached的这个 这个Garage车库和居住空间之间这个墙 需要两边做防火 两边都做这个八分之五厚的这个石膏板的话 那就会导致会影响 现有的这个这个居住空间里面的墙体和 比如说要重新做墙体 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会在车库里面增加一道墙 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这个这个 会专门设计到防火墙 这样会保证这个屋里屋外的这个防火 一小时的这个防火要求 这个也保证这个两边的这个住户的 如果万事发生火灾的话 不会影响到另外一边 这个就是防火的要求 所以Paul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attach这种车库 因为它有一面墙是跟主屋的其他的空间相连着的嘛 所以为了避免去 如果说你主屋并不想装修 我也不想动到你主屋的那一面的话 那就在车库的这一边 实际上我做一个家伙 对家伙处理 昨天一道防火墙 对 因为这个往往这个 这个attach的这个车库和主屋之间的这个墙 是满足不了要求的 好 好 往下 这个就是说 大概这个图是一些强身节点 是讲的是我们的这个ADU 如果是这个墙体 这个距离你的proper line 就是你的用地界限 如果是 小于5个feet 就小于5尺 这个我们在这个 屋檐的部分 我们就从扣的规定 就承受法规规定的话 我们就需要 在墙体 做一小时的防火设计 包括在屋檐 也要做这个防火设计 这个根据您家的这个房子的具体位置 我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具体设计 像这样的一些要求 会在图上表现出来 表示出来 对对对 就每个case 如果需要这种特殊设计的话 我们会在图纸上单独列出来 然后CT也会根据我们的图纸进行审批 好 好 在采购的坑 对 这个采购的坑 这个可能有一些业主会对有一些名词会比较了解 可能我觉得大多数都会不太了解 采购的坑呢 那这刚才我们也大概说了一下 有分排污管道的 有撤绘的 有一些地区权逃生窗 还有全国通风的 我们先说这个排污管道的布局 这个排污管道布局呢 这个我们拿一个 我们之前遇到过真实的case 就是说 它的 是一个detached的edu 它的房子 detached garage 它的房子在后面 在图的就是左边 然后它的主屋呢 在右边 它的这个城市的排污总管道呢 它是在主路上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 右边就是 靠右边这边的这个 要靠左边这边的这个edu呢 它就需要把它的排污管线 从左边拉到右边去 拉到城市主管道去 这个我们的code规定呢 这个排污管道 它是有一个坡度的要求的 我们是四分之一 英尺每 每每尺 的排污轴 走向这个坡度 用百分比就是百分之二 这个要求呢 就限制了你这个edu的这个排污管道的设计 因为我们这个在右边这个城市主管道的这个标高 实际上是已经确定了的 如果是我们这个后面这个车库 或者是detach adu 离的主管道距离比较远 那么我们这个 按百分之二的这个坡 转过去的话 我们这个adu的这个排污 就排不就不能正常的排到这个这个城市主管道去 那么就会 在设计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增加一个这个排污的排污泵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把就是在两个房子中间 我们会设一个排污泵 就把这个adu的排污的这个 这个这个管道的这个污水 经过排污泵再把它提高到一个高度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满足这个排污的这个坡度的要求 这个排污泵会 还是会埋在地下 如果进攻了之后 对这个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 对 好 再往下走 Land Surveigh Land Surveigh 这个Land Surveigh呢 也是我们之前的case 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 像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呢 就在图里面 这个是我们经常建的一个正正方 一个不正方 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土地 这个图上有的橱屋 有detached的车库 有一些附件的一些东西 这个Land Surveigh呢 实际上是一个 可以说一个业主 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费用在这边 这个呢 从我们个人 从我们这个设计 还有这个建造 包括您这个以后施工的过程中 我们建议业主呢 都会都要在开发之前 要做这个这项动作 要找那个Land Surveigh的 这个Sever Engineer 去对您的这个房屋 进行整体社会 这个有助于您这个房屋 以后的这个 不管设计也好 还建造也好 都非常有用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会标定您这个房屋 包括您这个用地界限在哪里 你的墙 其实我们可能业主都觉得 我的墙就是我的这个用地界限 其实是有偏差的 所以说 您这个用地界限 如果是做Land Surveigh 做完以后呢 就会非常明确的 就说哪是您家的 哪是邻居家的 这样的话 我们再做这个ADU 当然了 我们现在做的是 是那个车库 转ADU的话 可能问题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说 就是说 完全的一个detached的ADU的话 就会涉及到这个 我们这个房子 在摆在院子里 哪个位子 我们如果是只是根据墙来推算 或者根据现在的建筑来推算的话 往往是不是特别准确的 往往会产生一些后期的问题 而且呢 就是我们哪怕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detached ADU detached的这个车库转ADU的话 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detached ADU 距离我们的proper line有多远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防火的问题 防火的问题 就是直接 您的这个detached ADU 或者哪怕是attached ADU 到您的proper line 有多远 就直接决定了 您这个房子 这ADU 需要 需不需要做这个防火的特殊设计 因为你要做防火特殊设计的话 这个对您的这个房子的这个 整体的造价和整体设计都会有影响 所以说这个先期的这个line theory 从 其实是跟您这 从设计到整个建造过程中 都会非常有能 所以我们非常建议这个屋主 去做这个东西 前两天也是文静带一个客户去参观 我们也刚刚进攻的一个detached ADU 是在后院的 他那个整个的排污管线就挖了150尺 是至今为止我们挖过的最长的一个 然后呢 有朋友因为一直在跟着文静的节目走 所以他就一下子从后院看到说 这个fence怎么离后边 这个detached ADU后墙这么近 就问文静说这好像也不够四尺 因为现在的ADU是规定后面是四尺 他说看一看看起来就不像四尺 我说你真是太聪明了 就是他那个fence 实际上是邻居家的fence 已经越过他自己这边的property line 越过了两尺 所以后面呢 我们虽然没让邻居把后边的fence 移过去两尺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case来讲 就是不要求离后面的fence有四尺了 那实际上是他的proper line 四尺就够了 然后最后实际的空间就是fence 就是两尺 对 好 就补充一下 再往下走 这个是DHM Ethment 这个Ethment呢 很多业主呢 在您的这个Gradite 就是房屋这个产权证上呢 实际上是有这项东西的 但是很多业主都没太注意这个东西 如果有这个 如果您家地呢 有这个Ethment的话 就是对您的这个房屋的建造 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有Ethment的话 是基本上是您 这个地上是不能建任何东西的 就是我们之前 这个case呢 也是San Jose的一个case 它这块地呢 实际上也不大 但是呢 它这个地的后面 有两个Ethment 一个是这个 我这个 这个叫 看一下 两个Ethment 一个Ethment 它叫PSE 就是Public Service Ethment 另外一个叫是WCE Sewire Clearance Ethment 这两个Ethment呢 每个Ethment是五个feet 就是五尺 两个Ethment加起来就是十尺 就意味着它这个 要从它的proper line 要退回十尺 当然了这里面呢 这个两个Ethment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Public Service Ethment 是不能允许你进的 不能移动的 但是这个呢 WCE 这个Ware Clearance Ethment 它是允许你 在房子在里面建 但是它有高度限制 像这个San Jose 在这个WCE呢 它是要求你 这个房子最高 不能高过十五尺 所以说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Ethment的要求 就把房子建到这个WCE里面 但是我们高度就严重的收下了 这个就是Ethment 对刚才提到这个Ethment 也是 因为有很多业主 并不关注这块嘛 所以不注意的时候 那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也没有注意到 这个就是一定会 就是走冤枉路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嘛 所以我们因为提供 Plan Design Build 整个的一条龙服务 所以在Plan这个环节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有一些 比如说对这个领域当中 变不熟悉的 有可能屋主会觉得 哦我语言可以 还可以 我自己去跟 去跟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这块去沟通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问不到点子上 那设计师也没做 Due Diligence Check的话 那这块就很有可能 到最后你前面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 也是我们曾经采过 可能后来 我们就一直在Ethment 这块是非常注意的 这是我们Plan Planning这个环节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Checking Point 好 逃生窗 逃生窗 现在就是跟文君之前 刚才说的 不同的Inspectors 他们会之间沟通 逃生窗呢 就是从我们Code规定 每个卧室人居住空间 它必须要有一个窗 这个窗呢 是要可以逃到外面 如果它产生火灾 它需要通过窗 逃到外面 所以说呢 这个逃生窗 它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一个是它的 开启以后 不是说整个窗 那个窗开启以后 开启的面积 首先要达到 5.7sqft 5.7平方英尺 然后它的开启以后的 最高的 最低的高度 和最小的宽度 它分别是 这个24个in次 和那个20个in次 而且呢 其中有一个最重点的 现在也是我们 这个inspector 着重去查的 也是一个 我们的窗 窗台 其实原来是窗台 现在我们要求是 这个窗开启的 这个边 到这个floor 这个 到地面的这个高度 最高不能超过 44个in次 这个也是我们 从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必须要保证的 这个坑呢 也是 现在可能 要求的更压了 所以说 可能对这个窗的 整体高度 会有要求 就像C2C 它要不让你过 它就真不能过呀 所以你是窗 假如说 不是一个窗本身的问题 你要从框架开始做起 这个就比较大了 所以逃生窗 这块呢 是有注意的 对 做得非常重视 一个 好 全屋通风 应该是属于 Green Code里面的一个要求 对吧 靠Green里面的 对 靠Green里面的 它要求 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屋 要有这个全屋通风 这个全屋通风呢 实际上是 有很多种做法 这个可以说是 我们可以 看下一个页面 我们有两个 做法 一个是 左边这种是一个比较 比较完善的一个全屋通风做法 这个全屋通风呢 就相当于是 在 Etic里面 做一个 全屋通风的 机器机器 再把这个 房间里面的空气和外部空气进行转换 这样的话保证房屋里面的空气质量 这个是扣的要求的 然后呢 右边这个呢 是一个装在这个 卫生间的 这个屋顶的一个 卫生间腾顶的一个 一个 排气扇 这个排气扇呢 有很多种 这个 如果想要把这个排气扇 用作全屋通风的这个 排气扇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 需要选定 满足这个 Cogarin 就是 绿色建筑 所要求的 比如说 它的这个 叫声的要求 比如说 它的这个 排气的管道的宽度要求 这些宽度 必须满足 这个 最低的要求 才能用作这个 全屋通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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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扇 而且这个 全屋通风的排气呢 它也是要通过计算 这个 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这个 居住空间 你的整个的房屋的面积 是多少 这个 通过计算以后 这个 才能选择一个 比较合适您家的 这个 这个 排气的 全屋通风的排气扇 然后呢 这个 全屋通风的排气扇呢 这个也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不能是 这个感应式的 这个 这个 开开关 它要 必须要 就说 人 待在这个 只要待在这个 房间里面 整个这个房子 只要待在这个 房子里面的话 就需要这个 排气扇要 打开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 可以选择 手动的 这个 后期的 可能 如果是您出去了 就可以把这个 排气扇关掉 是这样 好 这些基本上 就是 我们自己 总结出来 在实战领域当中 重点的一些环境 和采购的坑 那现在呢 我就请炮 分别是 就 attached的车库 转ADU 和 detached车库 转ADU 我们自己经手的实际的案例 来分析一下 这个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图 是 attached的ADU 转的 好 你来接着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 深海赛的一个 attached的ADU 这个呢 您看到这个图呢 实际上已经是 我们已经做好的一个图了 它是从 一个 attached的ADU 转成 attached的 它转成了一个 一房 一厅一卫的 这个 这个 ADU 它这个 因为业主的要求呢 它要保证 它要保持原来的 这个 车库里面的 就是说 洗洗机啊 这些烘干机啊 这些单独的 要有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帮的 把这个 这个空间单独 合了出来 所以损失了一部分 车库的空间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 您可以看到 这个 从这个 上面这个 mechanic room 和这个 attached的ADU 中间 它这个分隔 一个 一个Z字形的 一个分隔墙 您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墙 如果放大一点 可以看到 这个墙是双墙的 双墙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我们 它原来 这一部分墙 是 是不满足 一小时 防火分割的 所以说 我们加了一部分墙 就保证了 它这个 一小时 防火分割 然后 这个也是 在 在ADU里面 加了一个 厨房 然后 一个卫生间 这个ADU living room 然后在 下面没有表出来 为了保证 整体结构的 可靠性 所以说 我们的窗 是开在了 原来车库门的位置 所以总共 这块才370尺 序料 mechanics room 60尺的话 大概也就是 300多一点点 对 好 下一个案例 detached 这个detached的ADU 是一个 我们 一个非常 非常典型的 一个detached 一个车库 是一个 21尺 乘以21尺的 一个 车库 这个车库 就是 遇到了 我们刚才讲过的 几乎所有的问题 一个是 它的 这个车库的 底板 这个车库底底板 就是没有 没有地基的 没有地基的 所以说就会遇到 我们需要增加地基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就是说 这个 它的 你肯定可以 从左边 这个 这个 side plane 可以看到 它 离 proper line 是非常近的 只有两尺远 所以说呢 它这个墙 在左边的 和上面 这个墙呢 它是需要 我们做双墙的 就是增加 这个墙的厚度 这个 增加 墙墙的 那个 防火性能 这个我们 这个双墙 还有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的考虑 就是说 从现在 这个2020年的 这个 code规定 和那个 节能计算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现在 基本上 所有的这个房子 算下来 从那个 T24 就是节能计算 算下来的话 这个房子的 这个 墙面保温 原来这个 车库 是没有 墙面保温的 也没有 那个 屋顶保温 墙面保温的话 屋顶保温 加起来的话 墙面保温 要做到 89的 墙面保温 29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们 普通的 这个 四个 英尺的 这个外墙 是放回下 这个保温 这个 这么 保温性能 好的 这个保温的 保温棉的 所以说呢 必须我们要 把这个墙体 加厚 才能保证 这个保温 隔热性能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 设立双墙的 一个 一个主要原因 然后 我们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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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XEDU呢 我们也是 用了这个 Waste Wall的 这个 整体的体系 这个 刚才 只说了一嘴 这个 加强 墙体的 这个设计呢 它分为 Serial Wall 和Breece Wall 这两种 两种结构体系 这两种结构体系呢 各有利弊 这个 Breece Wall呢 它的这个 成本 会比较低 但是呢 对你 这个墙体的 开窗 这个面积 和墙体的 这个宽度 有更大的要求 但是呢 这个Serial Wall 它就会 成本会增加 但是它对 这个开窗 和这个 开门 开洞口的 这个要求 就会相对少一些 对 然后 这个我们就是 您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的窗 是 开窗 实际上是 放到了原来 车库的 就是下面 这个部位 就是原来车库的 这个 车库门的位置 这个也是 最大限度的 保证了 我们不在 这个 其他的 位置 墙体 现有的 墙墙体的位置 这个开窗 开动 保证现有的 这个结构的 那个 整体性 然后 这个其他的 就像这个平面上 表示的 我们 根据 业主的要求 我们做了一个 Living Room 一个Ting 一个Bed Room 然后一个 一个 卫生间 当然这个 laundry 这个 这个 洗衣和 和那个 烘干机 我们是放到 这个 卫生间里面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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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说 How can we know if there's a Foundation there 怎么去发现 在它 是不是有 Bed 这个很容易的 这个 您如果是 您的 车库 如果没有 Foundation的话 这个 通常来讲 它这个 Slapped板的话 是四个 英尺厚的 一个Slapped板 您只要 就是说 拿个 随便拿个 锹 稍微挖一点 它如果 四个英尺 以下 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是 没有房地设 对 好 Z Z Z 是问 车库 如果是 只建一层的话 也需要 去更改 地基吗 对 这个 如果 这个 实际上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 没有地基的话 对您 这个房屋 稳固性 包括您 要 刚才我说了 这个 我们说了 这个 要加很多的 功能 和很多的 核宅在里面 是没有地基 是完全达不到的 这是因为原来是 车库是不是居住人的一个功能空间 所以它在扣的上面 并没有要求达到住人空间 所达到的那个健康和安全的标准 那现在你改成ADO之后 变成了住人的空间之后 所有的 要求达到的住人标准的 那都全部 其中 地基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The inspector 也会来检查 重点检查这一项 好 G Less than 5 feet 这是什么 Lower than the main sewage Lower than the main sewage Elevation 对 是不是说 我们那个排污管线 是 Less than 5 feet 是啥意思呢 我也没有 看懂 没有看懂 好 你别着急 你把你的问题 完完整整的写出一句问句来 然后再发一下 这个问题没有看懂 好 Tony 如果车库上面是卧房 车库的sealing要怎么做 这个sealing的话也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有这个 一小时的防火要求的 这个我们正常的来讲 这个sealing的 如果是我们attached的这个车库 顶部呢 实际上 如果有居住的卧房的话 像您这种情况的话 是 正常的车库 会有一个八分之五厚的 一个防火的石高板 但是呢 这个石高板是完全达不到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这个一小时防防火 分格的 所以说 我们在 在这个sealing上面 也是还要做一场 这个 这个 一小时防防火的 这个防火做法 才能达到这个防火要求 好 明白哈 G 不是G 是Tony Jane what's the cost for ADU for normal to garage converted to ADU how long it will take and any constraint for different cities East Palo Alto Hayward 好 这个问题呢 等一下 我们其他的 Q&A 结束了之后 我们会简单去谈到一个 现在一个 今天参加者的 三重大礼报当中 其中一个 就是 目前来讲 经过我们这么多 case 基本上我们对于整个费用的把握 对车库来讲 因为 怎么大的车库 基本上都不会超过500尺 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consistent的把握了 所以呢 会有一个 今天参加者 参加者的一个 benefits 就是对于车户改建 ADU 这个事情 稍微等一下 Jane 我们会把那个slide 会跟大家再公布一下 好 阿佩 你把Jane的问题留在这儿 你先不要取消 我往下走 Steven Is it kitchen stove 220 for the permit for ADU under 500 sqft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没问题 这个是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好 G 你的问题 等会看看还有没有回来 Joe for attached ADU whole ventilation 意思必须和主屋中的中央空调连在一起吗 attach ADU 可以有独立的ventilation吗 如果是 必须是中央空调吗 还是创建可以 这个可能 刚才 这个可能跟那个空调 可能会 您搞混了 实际上这个 说的这个 whole ventilation 的fan 实际上跟空调 是两回事的 当然了 如果您是 这个 这个ADU 如果用中央空调的话 是可以 有这个 这个包含进去的 但是我们通常来讲 为了这个投资的 这个这个回报率 所以说我们通常的做法 都是做这个分体空调 分体空调 它这个分体空调 是没有这个通风功能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就要家里面 加这个 这个 整屋 全屋通风 首先 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全屋通风 跟主屋的空调 是必须分开的 这个整个 这个ADU 哪怕是attached ADU的话 它的空调系统 也要跟那个主屋的空调系统 要完全分开的 然后另外 这个说 您的 如果是attached ADU有独立的ventilation 它必须要有独立的ventilation 当然您这个 如果是您主屋 如果既然建的比较老的话 年头比较久的话 可能它不会有这个ventilation fine 但是 所以说它 您做新ADU的话 它不会影响到您的 您现有的房屋的 这个 这个有更多的要求 但是对您新建的这个ADU 改建的这个ADU 它是有这个要求的 好 下一个问题 G 把它的问题描述的 这次比较完整了 它说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explain again what is the five feet requirement for the special fireproofing 无尺的距离 OK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从防火规范 要跟要求小呢 您的这个居住的房屋 离您的这个 Proper line 就是您的用地界线 它是有一个 不是说 小一无尺不能建 是小一无尺可以建 当然它 你如果说大一无尺的 这个或等于无尺呢 这个您的这个外墙 是不需要做 这个一小时防火 如果您这个外墙 跟您的Proper line 是小于五尺的话 那您的外墙 就需要做 这个一小时防火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像我们很多的 这个detached车库 可能像我 刚才举的例子 跟您的这个Proper line 之间的距离 可能也就两尺 有的更有甚者 这个您的这个外墙 就在Proper line上面 那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您这个 这个 这个detached ADU 哪怕是attached ADU 就会触发这个 必须要做一小时防火的一个要求 它是这样的 您这个问题 就是说 是现有的车库 实际上 它是遵循守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您 现在 比如说detached attached的车库的话 是不需要 如果改建 ADU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动作的 您 如果原来这个车库 不是defence 或者是 像我举的例子 两尺 或者哪怕是就 idofence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改建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求 只不过是 这个要有那个 强体的防火要求 下一个 如果有任何不符合 不符合规格设计 比如逃生窗高度 但通过的吸体审核 这inspection如果被发现了 还会要求更改吗 这个是肯定会的 因为这个 如果是设计时候 没有要求 首先这个设计 首先必须要满足这个要求 这个肯定会 被发现 肯定会要求改的 然后下一个 another question what kind of info we are expecting to get from land survey land survey 其实就是 说 欢迎您回来 这个 我们这个 就land survey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把您的这个用地 界限定位了 然后您的这个房屋 在整个这个 您的用地里面 是有什么东西 在哪里的位置 而且呢 我们如果 屋主配合的话 可以把您的那个 您的房屋的信息 给到这个 land survey的公司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land survey 会把您的这个 easement 也会在您的 land survey上面 来表达清楚 这样的话呢 而且呢 这个 你做land survey 在后期施工的时候 也会对施工 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帮助您 这个房屋 具体定位 因为如果是 没有在land survey 的话 这个是 很难 具体定位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车库上面 有二楼 怎么做 全屋通风 这个您说的 就应该是 那个attached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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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转Adu的情况 这个 如果是 二楼有 这个 这个 房屋的话 实际上我们 就是做这种 那个 在 在卫生间里面的 将我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这个靠右边 那个 一个 卫生间的 一个 排风扇 这个排风扇呢 只要是 满足规定的话 是可以用作 这个 全屋通风的 然后 detached的车库 改建 Adu 最 可以扩大 面积改建吗 这个是 可以的 就是说 我们遇到 很多的case 就是说 您这个 车库 改建 Adu 然后 再有一部分 这个 attached的 attached车库 一部分面积 这个 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 这个 加的面积的话 就不是车库的面积 是 adu的面积 就只不过是 比如说 原来您的车库 是 440尺 这个 你想做一个 800尺的 一个adu 可以在 您这个车库 这个440尺 再 加 360尺的 这个adu的面积 整个这个是 加了一起 1800尺 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被改建了的车库 如何合法化 这个是 已经被改建了 这个车库 的是 CT是 其实鼓励您 去合法化的 这个 我们 也遇到 很多case 就是 车库 是被改建了 就是 之前没有 是非法改建的 有的是 屋主 是自己愿意去 把它合法化的 有的是 被CT查到 要求合法化的 这个我们就 走正常的 递交图 递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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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改建 就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 非法的 合法化的问题 还不仅仅是 车库 也有一些 其他的居住空间 想要合法化 不管是说 你是不是 已经接到 CT notice 或者是 你像主动的 现在呢 都是有一个 叫大赦条款 City of San Jose 的大赦条款 是非常明确的 有一个单张的flyer 剩下其他城市 做的没有像 3OC 这么好 这么完善 但是呢 他其实是 也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文君在 应该是在 三周前 四周 一个月之前吧 做过一期 就是合法化的 这么一期话题 如果是想要 想要看完整的 当时的 那个 整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到 YouTube channel 查 iHome Show 我们的 那个阿佩 小助手 可以把 iHome Show 放在 那个WeChat里面 可以去查 这些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 非常好的条件 不光是说 让你合法化 你有可能 如果说你现在 往ADU大赦条款上 去靠的话呢 第一是免于 拆除 第二的话呢 就是你还有可能 去给你一些 一些就是资金方面的支持 像CDL3LC就说 你有可能去获得 将近一万美金的 包括像 Permit fee 或者是 Impact fee School fee 等等的一些减免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那么它符合条件的 那些条件 它也都在 那个Flyer里 都有 所以这块的话 你可以去查 去查一下 那个文君以前 做的iHome Show 的一期节目当中 是这个方面内容 好 下一个问题 应该是还有一个前面 这个可以把车库 外墙向外扩展 这个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 就是说 分哪种情况 如果您的车库的话 已经进入这个 四尺的这个setback的话 那您就不能再往 比如说您的车库已经是两尺了 那你就不可以再往这个setback里面进了 但是你如果其他的墙的话 您再 不影响你的那个车库的setback的话 这个是可以往外扩的 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我们可以把车库建 covert to ADU 然后这个做到800尺 1000尺 其实都可以的 只要您的地是有足够的空间 是都可以的 然后下一个是改建的permit 需要多久申请 这个我没理解 他说的改建的permit 需要多久申请 就是从车库转成ADU 这个申请permit 需要申请多久 这是这样的 这个从我们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是非常有很多的设计 设计能力的人来做这个事 所以说我们设计人员非常充分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能保证 如果是方案确定的情况下 如果方案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能保证设计时间在半个月到三周 我们是可以保证把这个设计文件递交到CT去的 这个CT的审途时间呢 这个从周法规定的话也是60天 但是呢 在这个可能会遇到有个别的case 可能CT的这个审途时间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呢 也不会差太多 这个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做的case的话 我们会非常紧密的跟CT去沟通联系 这个如果超越时时间的话 我们会去尽量的去催促 CT去尽快批复我们的那个图机要申请 对 这个批图的过程快和不快 其实是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个呢 就是你不管你找哪个设计师 或者是设计师团队 他对ADU的regulation 就是Building Code 结合着新法规ADU regulation 他能够熟悉了解和熟悉多大的程度 他越熟悉实际上是越有advantage 然后再一个当然就是CT那边 他的capacity到底他有没有 是不是工作量太满 他以至于他的waiting list太长 所以这块呢都是有些原因 当然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一端 能够第一是设计尽量符合Building Code 和ADU regulation的要求 第二呢 CT有任何的comments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尽快的去回应 然后改掉之后 你尽可能早早的去送去 所以就是你聘请的设计师或设计师团队 他对你的case能够多actively 多actively去给予回应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好,Paul我就补通这些 好,下一个问题是Steven 说在Fergon他已经有了一个500尺的ADU 他是不是还可以转另外一个ADU 当然就是一个log上边 只能有一个ADU的名额 一个JADU的名额 现在朋友们能不能看到 我share出来一个excel表格 能看到吧 excel表格 这个excel表格呢 就是attach的garage 转成JADU 你看我现在这里头用的是JADU 这是另外一个玩法 另外一个玩法是什么呢 就是garage呢 在周法当中 它规定的应该是小于500尺 这个是肯定了 它应该说existing living space 当中去转 这是JADU 我说的是JADU JADU得是在existing living space 当中去转不超过500尺的空间 转成JADU 然后可以一定有厨房的功能 然后不一定有卫生间 如果太小的话 可以跟主物share一个卫生间 但是我现在找到的几个城市 对JADU的限制 有没有力 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Fremont 现在就是 我为什么写是attached ADU呢 是因为attached的ADU 它是算作existing dwelling space 但是不一定是existing living space living space我们是要客厅 或者住人的空间 但是它算作是dwelling space 当中 你就可以用JADU的名额 来占用你去车库去转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明白 比如说这里头城市 Santa Clara找了几个主要城市 San Jose Yes Sunnyville Yes Mountainville Yes Polo Alto Yes Cupertino 不允许 Fremont Yes 刚才Steven的问题 你把车库尽量是转成JADU 然后你再可以去另外attached 或者是detached一个ADU 那个是占用ADU的名额 你把你attached跟主房子连在一起 那部分你要用JADU的名额 Newark Alameda No Alameda是No 这里指的是City City of Alameda 不是County of Alameda 每个City不一样的 好 Sommertale County Sommertale Yes Foster City Mellow Park Ridewood Milbray Yes 所以尽量的咱们去把政策吃透 然后你把车库转成占用JADU的名额 你ADU还可以就再建一个 要不然的话 你现在已经占用了JADU的名额 你就用不了了 好吧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 对这块还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没有了吧 这个政策已经说得非常非常透了 如果要是想要在这方面了解更多的话 那你就跟文君去约一个appointment 文君这边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你家的地址之后 才能给予你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所以现在只能是一个general了 这一块问题都回答了 还剩一个 My current one is JADU good 所以另外的一个就是ADU 你现在如果车库转的话是JADU 所以另外的应该还允许你建一个ADU 就不是J 第二个就是ADU 占用的是ADU的名额 再回答一下刚才这位两位朋友 Mil 请问会被重新估价吗 会会会会 一定会 你的property tax会因为你增加的价值而多出来 文君刚刚刚这个周末刚刚写完了 就是property tax会怎么变化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应该小助手会马上发出来 你的一定的property tax建完的那一天开始 你的property tax会发生变化 你会收到账单 请问原来就已经被改建过的车库 一定要像老师说的那样符合强体的要求吗 Paul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 请问原来已经被改建过的车库 对 非法改建了 那是一定要合法化的 对 所以也就是要合法化 合法化的时候 那个city要来检查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像今天Paul 所提到的几个重点环节 这都是他们讲的 他们重点会检查的 如果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就会踏进坑里去 这是我们已经test过的 好 Susan 车库 如果你在刚才所列的那些city上 或者你不在这个city上 到时候再跟我去约 车库可以转建JADU 再做一个二楼的ADU吗 二楼的ADU不是在每个城市都允许的 所以要看你所在的那个city 是不是允许把车库建在二楼上 这个可以私下里头聊 你把你的地址给到文君之后 文君可以告诉你这个city 对二楼建ADU是不是有规定 越南大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